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们后背的筋都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拉伸 然后我们向左 好 最大程度的扭过来 慢慢地回来 再向右 最大程度的扭过去 再回来 那我们这个动作呢 可以坚持做左右为一次 坚持做二十次 可能很多朋友呢 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由于自己的肩周炎或者是颈椎的问题 不能把手抬到摸到我们的肩膀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去练习 以自己能够承受的这种程度 慢慢地手臂 刚开始可能向上抬 慢慢放到头上 放到后脑勺 再争取够到我们的肩膀 那我们的这些肩结拉开之后 后背的疼痛会逐渐地消失 而且呢 我们后背的督脉也得到了阳气的提升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 好 双手打开向后 摸到我们的肩膀 然后向左转 向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这个动作做完呢 我们会觉得后背的肌肉非常的放松 而且有一种后背的筋呢 得到了伸展的感觉 我们坚持做下去呢 对我们的身体益处非常的多 好 今天这个动作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